這款外套的毛不能拆 它呢這一款就是要保暖到底 但是它帽子的毛毛可以拆 好不好 好我來穿給大家看喔 這個帽子啊有三個顏色 就是粉紅色跟白色跟灰色 它是整件不能拆不能拆 非常保暖 現在就可以穿 就像我這樣穿一件素的在裡面就可以穿了 這一款呢S到L號通通可以穿 因為它做得非常非常有空間 讓大家穿毛衣毛泥或是很厚的衣服在裡面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大小的問題喔 大家都在等這一件超誇張 這個毛當然是很誇張的毛 但是這件的特色就在這邊 就是在這個大毛毛 你看這毛超漂亮的 你覺得現在太誇張你就把毛拆了 它就是一件牛仔外套鋪毛的外套 很簡單喔 它就是做牛仔式的 然後牛仔式每年都不會退流行 所以呢 你今年穿明年穿後年穿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值得喔 而且非常保暖 這個外套也有幫大家做口袋 長度呢就是外套的長度 而且這邊還做了縮口有沒有 版型很大件 但是卻會讓你又有腰身 你知道這種外套如果買不好 你會變得很胖 粉紅色可愛嗎 我跟你講我非常非常適合穿粉紅色的東西 粉紅色呢我覺得比較流行 比較fashion 比較敢嘗試新東西的人 你可以戴粉紅色 而且粉紅色毛真的很可愛 如果你穿去日本啊 或是穿去別的國家機場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時尚 非常非常好看喔 S到L號通通可以穿 因為這邊你看 還有極大的空間 大家可以穿很厚的毛衣喔 都有釦子可以拆 這個毛毛可以拆 毛髒的怎麼洗 我建議大家喔 除非你沾到什麼東西再去洗啊 如果你想要保持那麼膨的毛 硬要洗的話 可以用清水稍微浸泡 再用吹風機慢慢的小風去吹它 不要這樣亂吹 它毛會變得很亂喔 超級少女心的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最厲害的粉紅色 我覺得最實穿的就是白色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太多造型 不想要太刻意的話 你就買白色 你看它的毛就是白灰白灰 每一色都是一樣的喔 白灰白灰 不知道怎麼搭配的人 我覺得白色就最好看 最基本 粉紅色最特別 灰色超有質感 那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鼻子過敏 或是很害怕這種毛的東西 你就不要買 其實下水過後就會好很多了喔 非常非常保暖 而且現在就可以穿 而且我裡面才穿一件薄的喔 如果這種牛仔外套穿起來很胖 誰敢買啊 但是呢 這一款是真的有型 要幫大家做縮腰 所以非常非常大推大推又大推 所以